好 接下来我们看大学撰文的第三章 我先读一下原文 诗云 邦几千里 为名所子 诗云 绵蓝黄鸟 指鱼秋鱼 子曰 于止 知其所止 可以人而不如鸟呼 诗云 默默闻王 乌鸡兮静止 为人君 止于人 为人臣 止于静 为人子 止于孝 为人父 止于慈 以国人交 止于性 诗云 沾笔其遇 路逐 阿阿 犹匪君子 如切如戳 如拙 如魔 色 欠 哈 宣 犹匪君子 终不可 宣 阿 如切如戳 者 道 学 也 如拙 如魔 者 自修 也 色 啊 信 阿 者 寻 力 也 哈 宣 息 者 威 宜 也 有匪君子 终不可 宣 阿 这道 胜德 至善 明知 不能 妄也 诗云 乌夫 前王 不妄 君子 贤其贤 而亲 其亲 小人 乐其乐 而利其利 此以 漠视 不妄也 这是撰文的第三章呢 是解释止于至善的 也就是经文的第三句 大学知道在明明德 在心灵在止于至善 就是大学知道后的第三句 这上面这个诗云都是说诗经 邦积千里为名所指 是这个诗经商宋玄鸟 这一篇 这玄鸟呢 是说这个商族的始祖 气的故事 因为它 它是 它的母亲叫 简迪 玄鸟呢 其实就是燕子 就是黑鸟 然后它是 吭下了这个 这个 玄鸟都软以后 我就生下了这个 气 就是这个神话传说 邦积呢 就是指都城 子呢 也就是居 就说这个邦积呢 就是很大的 这个 国王的直辖的区域 居民呢 都有自己安居乐业的地方 就是这个指 下面这句棉蛮黄鸟 指鱼丘鱼呢 这是小雅棉蛮的这一篇 棉蛮呢 是形容鸟的身影 丘鱼呢 是指 城蔚 就是比较 隐蔽 幽静的地方 他说 这个黄鸟 黄鸟是指 黄鲤鸟 黄鲤鸟 就是说它是 安居在 比较安静 隐蔽的 这个树林里面 这个意思 诗云木木文王 乌鸡系静止 为人君 止于人 为人臣 止于静 为人子 止于孝 为人父 止于词 与国人交 止于信 这个乌鸡 这前面这个读乌 这个语 我们看这个语 其实它是读乌 这是诗 诗记里面文王这一篇 木木是深远的意思 这也是说这个止 就是说 它文王 它时时刻刻 它都是 静而安所值业 就是 一方面是敬畏 另外是安处 所值之地 这就叫止于至善 就是说 这个古代这个圣人 他的 一言一行 他无时无刻 他都不是 处于一个 至善完美的境地 但是说 任何的 他的为人处事 都是完美的 至善的 任何时候都至善的 就这个意思 下面我们再看 诗云 这句话呢 这是诗经 魏风 奇遇的一篇 这一篇诗呢 是歌颂这个 魏武功的 赞笔奇遇呢 奇是一条河的名字 奇水 现在还在河南 这是诗经 普遍用的 这个新的手法 首先这个 首先说这个 在汽水的 这个水湾的地方 有 禄竹啊 很茂盛的禄竹 这个禄竹呢 是指 两种植物啊 不独座 禄 是王鼠 这种植物 竹呢 是 烟竹 也是水生 那种植物 我这里引用的是这个 正弦的柱 而不是朱熙的柱 因为朱熙 它的柱简一般是 在前能的基础上 它有所提高 但是 在某些地方呢 有些前能 柱简是对的地方呢 它又改成错的了 因为我们看 其实在这个河的旁边啊 它一般不是长着很多的竹林啊 它不是 它而且反而是这种王鼠啊 和边竹啊 这种比较矮小的这个水草 这个植物它是很茂盛的 所以应该叫陆竹鹅鹅 这个鹅鹅就是茂盛的意思 有匪君子呢 这个匪呢 就是有文采的这个啊 文采的外貌的意思 这个君子啊 如切如戳 如琢如磨 这个切戳和琢磨啊 这是加工 古代加工这个 骨角和玉石的一些工艺 我们就说如果把这个动物的骨啊 还有还有脚啊 把它切了以后再 再戳啊 这个玉啊 还有石头啊 把它啄了以后再磨啊 这就是精益求精 也就是说呢 是这个啊 是说这个学习 这个学习啊 学呢 可能我们就可以说是啄了 然后习就是磨了 学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习应该说是实践 学就是掌握这个知识 是两部分 因为我们学以致用啊 学完了以后 一定要用 你不用的话 你这个你的知识 你是有一些细微啊 还精微的地方 你是到不了的 所以要自行合一 这是自修 这啊 如切如说到学 也就是怎么学啊 卢卢卢魔者 自修也 就是怎么怎么学习啊 怎么修身 其实还是修身 射啊 献啊 者 寻力也 就是就比较啊 说这个魏武功啊 说他的外貌就是比较有威严 有威严啊 然后哈宣啊 就是比较 啊比较盛大 就说这个人 可能他的外形 可能也是啊 比较高大的 比较啊 外形 外貌呢 是比较好 又啊 就是说 又有威仪呢 然后又又有那个近 啊 平易的一面啊 又有威仪 就说呢 终不可宣 这个宣呢 是忘记 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君子呢 一个统治者呢 啊 百姓呢 即即便在他去世以后呢 也不能忘记他 是这个意思 就是他是 这个人呢 是有表有理啊 就说我们说这个君子 他人的内心往往会在外表啊 啊 表露出来 大不光他的内心呢 和外表呢 都体现出这种 这种这种完美 那一种修身 说这种完美呢 是通过后天的修身 所造成的不断的学习实践 啊 凡事凡物 万事万物呢 都是做到完美 那么 就是在外貌啊 在气质上体现出来了 这个意思 巫夫 我们看这个巫夫前往不忘 巫夫它是一个探识啊 这这这这这句诗诗 这这句诗诗是周宋列文之篇 我们知道这个诗经分这个 封雅宋啊 宋一般是 是周王室的这个祭室的文章 前往不忘 就是不忘前往 前往是指文王 母王 君子贤其贤而轻其轻 小人乐其乐而力其力 此以 莫是不忘也 这个君子呢 是指后贤后王 就是后 后代的人 啊这个后代的就是有一定的 就是有一定的 弯子的人才能叫君子啊 小人呢 是指这是普通的 普通的庶民呢 群众呢 这就是 这说呢 前往 他心明呢 他我们前面说到他的这个 自修 他自修呢 他前往为什么能心明呢 因为他自修 他自己自于自善 然后他可以使天下后世 无一无不得其说 就是万事万物呢 都各得其说 都处在一种完美的境界 所以呢 他死后呢 这后世的人就很拭目他 时间越久越不能来忘 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这个撰文的第三章 这解释 指于自善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撰文的第四章 我读下原文 子曰 听诵 无忧人也 必也使 无顺服 无情者 不得尽其词 大为 明智 只为 知本 这一章很短 很短 这呢 是 这个子曰 是指孔子的 孔子的话 听诵呢 听诵就是听取诉讼 我们知道孔子 他曾经当过这个司法官 就是孔子在这个主持 法律诉讼案件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程序 同仁都是差不多的 我们知道 有原告有被告 听完各自的陈述呢 然后进行裁决 那各自进行陈述 这个程序是差不多 但是他有一点与人不同 他说必也使无顺服 就是他的 他做的司法官呢 就是一方面是主持公道 处理这个案件的 这个诉讼 主持公平 但是他的目的呢 不仅如此的 而是要使这个民间的没有诉讼 他真正的没有诉讼 是不可能 就是说他是要消除这个纠纷 无情者不得尽其词 大为民智 此为治本 就是他孔子怎么样 才能达到这个无顺 当然无顺是最好的 我们说大家把官司 当然是要寻求 这个公平的解决方案 他就去找法官 去法院 这当然挺好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纠纷 那不是更好的吗 这肯定是更高的一种境界了 那孔子怎么达到这种境界呢 无情者不得尽其词 就是说你 你这个诉讼的各方 如果你没有这个实情的话 你没有实情的话 你就不能在这个孔子面前 你就不能把你这个虚伪的虚诞的 荒诞的东西 你表达出来 他不让你表达出来 为什么呢 明明德 因为他孔子他是一个君子 是一个圣人 他明明德 是吧 那这个自善 自德 自美的道德 在自己心中 发扬光泰 他严有利己 他要求自己完美 他要求别人完美 他又处在这个 领导者的位置上 所以他来 处理这个诉讼案件的时候 参与诉讼的各方 他不敢去用一些假象假话 去欺骗孔子 他只能说实情 如果你不是实情 你不敢说不实情的 所以说我们知道 很多这个诉讼 都是因为很多诉讼中的某一方 他不尊重事实 对吗 他隐瞒 所以说诉讼就变得就很复杂 因为你有时候真假难辨 但是在这个君子 这个有圣德的 这个圣人的面前 你就不能够隐瞒你这个虚假东西 如果大家都把真实的东西 大家都真实的东西 呈现出来 这个诉讼也就好处理了 大家都说真话 对吗 但如果大家都是 都是比较真诚的 那可能这个诉讼 因为也就少了很多 案件也少了 所以说 所以说必也始无顺服 因为说你 都知道我去找了个法官 去了法院之后 我这个说假话 我会被揭穿 我会被受惩罚 然后在生活中 大家也是 真诚的对待自己和别人 那这个诉讼肯定也会 少很多了 这还是说这个修身 明明德的这个作用 就是明明德之后 君子你明明德 你自己成为一个君子 你自善自美了之后 你周围的人和你打交道 他也会受你的影响 他也会逐渐 也是像明明德 这方面的转换 因为他如果 你 因为君子他是有一定的地位的 我说他是有一定的权力的 就是说你像有一些人 如果是一些 想把一些虚假的荒诞的东西 呈现在法官面前 如果这个法官 他是像是一个君子 他自己明明德 他能够把这些东西都看出来 如果是有一些人 他就是要 一般的人是不会的 一般的人他为什么要自己 给自己找受惩罚 如果你在法庭上说的是不实力 那你会受到惩罚 受到法律的制裁对吧 这是这段的第四章 其实就是说 此为之本 这就是我们就知道 这个本末是先后 先后就是说人首先要修身 修身你要是达到完美 达到完美之后 你才能去领导别人 你领导别人呢 你对别人也要有 有一个这样的要求 止于至善 就是万事万物 各得其所都处在一种 至善完美的状态 当然是非常美好的 我们知道首先那个君子 他是自己是有圣德 然后他是有地位 有权力的 你不能让这个小人 去当法官了 对吧 那就乱套了 君子是当法官 有权力主持正义 那即便是小人 他也会受君子的影响 普通的民众 受到他的教育 另外也受到他的一种威慑 下面他也会觉得有一种恐惧 就是你不能去做坏事 你不能说假话 这是第四章 这是讲述这个本末 这个本末呢 这是说这个经文里面的 本末那一段 我们看一下 他讲前面那个止于至善 讲到这个止于至善 他一直讲到止于至善 对吧 包括这个知止而后人定 定而后人定 六二后人定 那么这第四章 是讲这个物有本末的 物有本末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 则其道 这个本末是什么意思 也说修身为本 修身为本 以下面的都是末 修身以后是什么呢 是心明 心明又包括几个部分呢 修身你就是自己完美 心明你就是让别人完美 让别人完美包括几个部分呢 齐家治国 平天下 对不 平天下 包括这三个部分 就是 这个是末 就是如果你做一个领导人 你领导别人 这个是末 这个是 事情有先后 这是后一步的事情 你首先自己要达到一个至善完美的境界 你才能去领导别人 你不能说我先想要 我们现在有至古至今都有很多这样的人 就包括这个所谓的读圣贤书 他们不是去修身 而是想把这个八虎文写好 然后去当官赚钱 现在有很多这样的人呢 是吧 他的目的是什么 他的目的是处在一个社会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 为自己个人的私利而去努力 这就是同我们这个传统的古圣先贤的教导 是完全背道而驰 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一个道德完美的人 然后你具备了这种完善的道德勤操之后 你才可以去争取一个领导的位置 因为你去做领导 你去说你去统治一个国家 或者我们说天下持天下 或者你统治一个家 就是说一个家族 一个领地的话 你的目的不是为了你的私利 你的目的是为了让这个社会更美好 让他人的生活更美好 对吗 所以说首先你要修身 然后用你这种大导 这种自善自得 去感化教育他人 去领导他人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观看